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日土县热角村是一个边境乡村 近年来热角村利用当地斑工柳生态资源大力发展苗圃经济 让斑工柳变身成为摇钱树 让牧民吃上了生态饭 近日热角村又提出打造万亩柳林的宏远目标 努力让村民的木头碗变成金饭碗 5月的斑工湖壁波荡漾 湖畔的热角村春意盎然 斑工柳也抽出了翠绿的嫩芽 一大早热角村党支部第一书籍兼驻村工作队队长蔡永 就带着村民一起查看今年斑工柳苗圃的种植情况 我们今年新种有80亩的斑工柳 科数的话有16万克 每10天左右 就是对我们新建的茅围泡都会进行一个检查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苗圃周围都建了防护网 就是防止野生动物的这种破坏 水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三天左右 就是要灌溉一次 一定要保重斑工柳的话 成长过程这种水量的供应 斑工柳生长于斑工湖畔 热角村也被誉为斑工柳的故乡 斑工柳耐寒耐干的特性 让它也成为了当地防风固沙 绿化环境的首选作物 看着新种不久的斑工柳 已经抽出那芽 大家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2015年开始热角村就把斑工柳苗圃培育作为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内容 村委会主任索朗顿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我们使用心中的立筑工柳 村民格桑赤来和爱人之前在县城打工 一年收入不少 但却照顾不了家里 这些年他和老婆回到村里 帮着管理办公柳苗圃 不仅有了可观的收入 也能照顾到老人孩子 帮工柳变身摇钱树 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吃上了生态饭 然而蔡永却认为 光靠眼下的种树卖树 效益空间毕竟有限 不是长远发展之际 于是在和驻村队员 村连伟班子反复探讨后 他们提出了打造万亩柳林的宏远目标 要让村民的木头碗变成金饭碗 我们的土壤环境 我们的河谷环境 都能够支撑我们 在自然条件下去打造这个林场 同时我们村的原始的这种班公柳林 它的苗木质量 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 所以说我们也有条件 也有信心去打造它 蔡永说 虽然目前班公柳种植面积 只有1500多亩 离万亩柳林的目标还很遥远 但只要有愚公愚山的精神 荒山中会批绿庄 掠水青山就是青山迎山的理念 在班公湖畔终将实现 如果说我们的万亩柳林达成了 我们现在的这191户的居民 完全不需要在外出进行打工 它的这种附加经济价值 包括后续的这种 就是藤条的这种编制 工艺品的这种制作 然后临下养殖旅游产业的 是完全可以全部解决就业问题 同时万亩柳林建成之后 对于气候的这种改善 就是沙滑的这种治理 防风的这种问题 水土的保持 对于环境的整体的改善 它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是不可估量的 对于环境的改善